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个打卡功能 这个打卡功能的话 假设我今天在右下角会有一个打卡功能 这个打卡功能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到手机现在所在的位置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这里会知道我现在的景点位置 也就是说我可以自动去抓到GPS目前的坐标 它抓的方式如果说现在GPS因为我在室内 所以室内它是基本上抓不到GPS 所以怎么办它会去抓网路 因为我现在网路有两种上网方式 一种是用WiFi 如果说WiFi的话它会抓WiFi的机房的位置 如果说我现在不是用WiFi 我现在是用3G的讯号 那3G讯号的话它会去抓我现在连线的那个机房的位置 所以实际上抓到的位置当然不是最精确 可是至少会是在附近的某一点上面 所以这部分的话稍微说明一下 那比如说我今天打卡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新增一个景点 那新增这个景点之后的话 其实实际上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范例 比较复杂就是说它里面呢 还跟什么呢 跟资料库结合 比如说我这边加上一个景点名称 里面的叙述呢 可以稍微打一下 它一样可以怎么样呢 帮我把它存档 存在哪里 这边有个插入 插入的话就insert into insert into到那个table里面 也就是说把资料呢 写入到写入到什么 写入到我的database 也就是这一体里面 这个范例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database 你会发现呢 在最上方也会出现有一个 这地方也会出现一笔资料 这笔资料是我自己后来加上去的 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 这边多一个AA 那将来当你点进去 里面呢 也会秀出这一笔资料 并且你会发现 这地方呢 还可以找到它现在的位置 甚至你可以去什么 网络搜寻 这个部分呢 这个APP呢 实际上还蛮多功能可以学习的 我给它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来去台北住一晚这个范例 我想就先到这里 那看最好是各位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把那个第五章这个范例呢 再稍微改写一下 也许这个地方是范例里面是用旅馆 那你可以再找其他的范例 包含就是在开放资料台北市开放资料里面呢 除了这个旅馆饭店之外 其他还有像什么停车的资讯啊 或者是说像先也有像什么免费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免费的上网资源等等的 可不可以利用像刚刚讲的地图 可以自动跳到那个地图的 他也会提供一些一些点 那你可以怎么让使用者知道说那个点在哪个位置 可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那下个礼拜的话 原则上我们会继续再来看那个第八章的这个范例 那请各位回去 稍微把这个范例再稍微看一下 那下个礼拜再来看这个部分 那今天